利落打蛋下锅快炒 再和番茄一起翻炒 热腾腾的番茄炒蛋就能上桌 自助餐店除了让民众吃饱饱 还加码让偷客省荷包 原来鸡蛋产量居高不下 产销报告甚至出现严重获胜警语 产销资讯也显示 蛋鸡头产和鸡蛋产量双双创新高之外 每天生产过剩的量甚至超过100万颗 供过于求也反映在价格上 台北和台中批发和大运输价格 美金分别34级27.5元 而台南都是29元 但有部分地区零售价已经崩跌到25元 直接到大家熟悉的早餐店 民众感觉市面上蛋还是很贵 但业者直言为了生意 鸡蛋降价可能 变成趋势 像在宜兰就有蛋商买一箱送两颗 单颗换算约4.2元 还有铁板烧和面电荷包蛋 降价最多10元反映成本 养鸡协会也呼吁弹农 立即加速减产 农业部薰木斯则希望产业能依据市场需求 计划性生产 不让价格崩跌便崩溃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